我们都知道12岁以下的小孩应该坐在后座 而且要安置在安全座椅上面 可是日前高雄有一位妈妈因为孩子哭闹 所以就把她抱到前座 在肚子上面系上安全带 不幸的是车子打滑字状安全导重力加速度下 安全带在孩子身上泪出明显的泪痕 伤及内障 跟指数偏高之外 它也有一些异障的指数也是有偏高 然后把她拍掉断层发现说 她的披障有稍微的撕裂伤 这就稍微的出血 然后后腹腔也是有些受到撞击的现象 根据调查孩子坐在前座 发生事故的严重性是坐在后座的八倍 法令也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都必须坐在后座 而且一岁以下幼儿要乘坐提然式安全座椅 脸朝后 一岁到四岁乘坐幼童用的安全座椅 四岁以上18公斤以上 可以坐血腾座椅将高度增高 避免安全带勒到脖子 当她乘坐在安全座椅上面 会有一些苦恼的一个不舒服的状况 那我们就会建议家长 应该要坐在她的身边陪同 那可以准备一些孩子喜欢的玩具 或者一些播放一些她喜欢听的歌曲 陪她唱唱然后玩完 让她习惯坐在安全座椅 大人多用心就能让孩子从小养成正确 安全的乘车习惯 减少事故的伤害 而这位受伤的小孩经过治疗 已经康复出院 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大爱新闻派云珍 叶宜玲 高雄报导